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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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呼籲還是要提高警覺 那看起來臺北市的疫情是有趨狂 就是暗地數逐漸減少 那新北市呢那也是多 那苗栗也多起來 說會準備一千份的那個單株看 那我們這邊要去爭取 那我們也是那個責任音樂 應該比身體要看多少人份 那當期看起來應該是被動免疫 就是我們打疫苗就是用免疫 但是如果沒有當初看起來就是說 在德育兒趕快把看起來打進去 可以減少他病發重症的這個狀況 所以法醫工作是有幫助的 那另外當初還是大家都不要引動 就盡量再待見 相關的教育例會大概就是這樣子 有關今天記者會的這個狀況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一個人是要反應這個 菊光跟水癌的部分 那陸進這邊應該 他基本上這邊有六個人 總計賽前他是47人 那從5月21號到昨天為止的快賽數是 1097人 那其中快賽養性是18人 那後續的陽性確診是兩個人 PCR檢驗量的部分 昨天的採檢量是來自門診的這個 南竿這邊的三個人次 那累計從5月16號到昨天為止的 PCR檢驗量是369件 5個人 那今天早上已經採檢了PCR檢驗 那另外針對三個確診 那也在今天採檢了 每個人各兩件的檢驗 那其中一件會送往 這個台北昆陽來檢驗 那最後是邀請這個 或這邊要配合的部分 但是我們 我們最近會針對 就是要返回 領導跟北彈的部分 在南竿滿三天之後 要做快賽 以及未來所有入境的 在官民第14億也要做快賽 那這個明那一單 是居方這邊可以完整的這個掌握 所以邀請居方這邊 把每一天要這個 安排的這個期程 一次會診到我們衛福局這邊 一定我們這邊做人力跟時間的安排 這個制度健康監測結束 或者說要回到各個島 要做快賽 明測就是提早一天 給我們衛福局 我們衛福局來安排 讓他們快賽完了 就回到北彈 這部分請這麼長這邊協助一下 我請居方幫忙 把這個明測給衛福局 好的 好 謝謝 今天的報告 然後另外因為確診是經過 那個困養實驗室確診了 所以說我們解隔離 也要經過困養實驗室 解隔離所以說也會送去 跟他報告回來 所以說這幾天 這結果出來 就可以了解這個整體的地方的 一個反應狀況 希望非常的平穩 那現在就是要收入我們的機場跟碼頭 那你做就是弱勢 就是反應你的生活 這個部分是持續未來要推動的 那有關衛福局的報告 帶來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補充的 方式 那第一種方式是上馬申請 第二種方式就是私比的ATM 時間點一個是6月15號 一個是6月18號 裡面規定的蠻清楚的 我也已經傳給各校的校長 家長部分如果有需要協助的 我們也協助他 也拜託馬報這邊做一個宣導 相關的資料已經賴在這個 我們疫情指揮中心的群組裡面 商訪報告 請大家召臺這個會議 由我們的藝術黨還有衛福局 就在衛福局這邊 就是掌握整體的一個疫情的照片 如果有需要各單位協助的時候 我們隨時跟大家聯繫 那也是請大家手機就是要保持暢訪 因為在疫情期間 這個手機隨時要保持暢訪 有什麼問題 第四點希望就聯繫 聯繫得上 這個問題 那也希望當我們教訓 大家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 就是在家裡休息 對 防護罩 對 事先告註 就直接跟他講到屏障 是 那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在努力 那現在我想 我們也要宣導 就是 華盛頓要宣導 如果台灣沒有做篩檢 本來馬祖說我們就是 就是要在機場篩檢 然後要等報告出來才能夠行動 那那個 那那個 副部署長跟各鄉的照射沒有問題嗎 這 副部署長跟人家也有問題 那這個 我們把控署操門到的 當時說我們 所有人都會遇到很重 但是 是 有些關於這個問題 是 是 我們這都有一次 好 那其他問題 大家應該有什麼問題 沒有 預言 說